你覺得這次恆生做的撥避是否足夠 以及怎樣從恆生這次的業績 它的撥避水平去預設中人香港 或者其他香港會公佈銀行的本地銀行 譬如說東亞等等的業績 你會怎樣看中期表現呢 首先有一個問題 恆生的撥避是否足夠 我相信是足夠的 以本地銀行 甚至整個香港銀行監管機構的作風來講 是相當保守的 所以其實你說 說到截至上半年底這個撥避是否足夠 我認為是足夠的 但現在市場是擔心究竟 接下來 其實內地的房地產事件蔓延的情況 或者你也知道內地很多的情況 表面了一條數底下的一條數 究竟最終是怎樣 其實我想相信 剛才恆生管理層跟你說 他都說明了 會再視乎情況 他再去調整撥避 其實他都心中有一個底 所以其實你說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想對本地銀行的影響一定會有 還有你也看到 其實今次恆生撥避了 都增加了十人十倍 上年同期只剩下3億左右 其實可以看到 數額上也顯示到這個情況 的而且確是對本地銀行股 在營運上 實際數據上是有影響的 所以其實從恆生這一間 可以說在內地業務 都叫做第一階梯 但不是最快的一間 反正來說也有這樣的情況之下 可能你中銀香港 或者跟著來東亞 其實那個業績在這方面的情況 可能會更加令人關注 我會更加關心 而且我也要說回本地銀行 其實都可以簡單說說 其實除了說在內地業務方面 其實銀行銀行就叫做百業資本 當你經濟走下坡的時候 其實你銀行的數目 你真的要很帥氣 是比較難一點 當然我們經常說加息週期 即銀行息差應該有正面影響 這是對行 是的 我這樣說 或者對食產影響 但是你的正息差 可能確闊了 問題是你的貸款量 你整個資金的流量 是減低了的話 還有壞賬 是的壞賬 其實足以抵消的情況 你留意我們經常說近期 我們很熱門的話題 香港的資金流走 如果你看回總存款數 金局都出來說 其實我們今年上半年 都繼續維持增加 但是你再留意對銀行來說 其實在本地總存款增加的同時 你從看回活期存款 和定期存款的比率來說 定期存款今年6月 單單說6月 是比9年多了1.7 如果單單在港元定期存款 多2.5 而活期和住宅成本內往 即是支票戶口大幅下跌 就是說什麼呢 其實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都知道 定期銀行比較高息一點 你支票戶口沒有息 除非銀行比少少息 基本等於沒有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銀行的資金成本 理論上是在上升的 如果它當然在未加息 前加息之後 它可以彌補回 但是暫時在這個階段來說 我想對銀行 都是一個比較負面的影響 還有也說過 即是本地樓市這樣的情況 交投繼續差 不要甚至說遠一點 不要說本地樓市 股市大家都知道 交投量都比較差 對銀行的非利息失落來說 都是有一個影響 所以你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 本地銀行今年來說 真的仍然會比較惡搞一些